這時期拍到 穿著桃紅色上衣的長髮女子 急急忙忙走出三溫暖 這個時候她已經得手9萬塊錢 要趕著去還債 她偷完之後手盤 是在那個客人的身上 客人去開置物櫃 對 發現她錢不錢 泡個三溫暖 怎麼可以得手9萬塊錢這麼多呢 原來這名黃姓女子 早就鎖定了一名貴婦 趁著她泡完湯熟睡的時候 小心翼翼拿走她套在手懷上的 置物的鑰匙 厲害的是她偷完錢 把鑰匙又再套回了被害人手上 她本身可能沒有掛得很緊 這一間位於高雄市的三溫暖 裝潢氣派高級 女性專屬 但因為內部無法裝設監視器 警方一開始根本無法掌握偷錢嫌犯 直到查房附近大樓才發現 有切到前科的黃姓女子 一度外出移車又在入內 過沒多久又匆匆忙忙的離開 懷疑就是在第二次入內時 下手行切的 有債務的一個問題在 所以她取得這九萬塊之後 她就趕快去還債 欠賊欠債還有時間泡湯 還這麼剛好偷到貴婦的皮包 原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哪知道一下子就被警方逮到 接著梁家文張信高雄報導